大家上午好 欢迎收看 活力加油站点亮 生活每一面 我是Desmond 真文耀 也好 我是靳川 近期Teleswift 就到新加坡开演唱会 结果很多粉丝 从世界各国 都飞去那边 看他的演唱会 当然当中 也不乏一些追星组 我只能说 现在追星组 都很有钱 是 没错 那么也有很多 就是父母自己 就是购票 然后陪自己的 这个子女 一起去看 追星 对 那么你会赞同 就是如果女孩子的话 赞同他追星 看这个追星的程度吧 这个问题 还是留给 稍后我们的专业的 专家来告诉大家 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们谈谈追星 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追星组出现 特别是青少年群体 不同于以往的时代 现今的网络发达 轻松上网搜索和关注 就可以得到许多 艺人明星的资讯 视频和照片等等 使追星这件事变得简单 越来越多青少年为了追星 逐渐荒废了学业 甚至做出不理智的追星行为 为此 许多家长都非常担心 很反对孩子追星的行为 然而 追星对孩子带来的影响 真的只有负面吗 父母强烈反对孩子追星 是否会让孩子有逆反心理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跟随专家学习 如何与孩子沟通 引导他们正确追星吧 没错 那么其实追星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这么年轻的时候 说得我们好像很老 也是会追星 对 但刚刚你说 看那个追星的程度 你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觉得如果只是去单纯的 买他的专机 我们那个年代是卡带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说已经是 做了一些可能 触犯到一些法律的条文的话 我觉得那个就真的 不能够被接受了 但到底这些父母 我们也去访问了一些父母 他的孩子有没有追星的行为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会啊 我的孩子是没有追星那些什么爱的的 会有喜欢的明星 孩子有吧 但是不是追得很猛的那一种啦 追星 而且很疯狂 我觉得还正常嘛 因为各个年代都有追星的这种迹象啦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追星啊 只是程度不同嘛 都会啦 但是我们也觉得讲无妨啦 因为有三门读书也是非常压力嘛 偶尔追一追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检验的方法啊 最主要是不要追得太沉迷 太猛就可以了啦 我觉得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咯 那我会回想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曾经有追星 那我觉得也是很棒啊 不是说我支持他啦 因为现在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我也不能太過於反對 我是覺得如果她自己有能力 去買那個票,我是不介意 我不反對,但是我不支持 就算我反對,她要追的話 她還是會偷偷摸摸地追 就說先不要去反對她 讓她自己控制自己 至少這幾個受訪者 感覺上比較開明一些 以前我們的年代 只要你買卡帶甚麼 就已經是阻止了 別說去追星了 關於追星的一些心態 我們來問問我們今天的嘉賓 他就是心理諮詢師黃志寬 志寬,你好 老師,你好 你怎麼樣看追星的行為 你有追星嗎? 請問一下 當年怎麼可能沒有 你的偶像是誰 當年就是周杰倫那些天皇 你比較後期了 你做過最瘋狂的事是什麼呢 我覺得我做過最瘋狂的 就是會去那些明星來到 做活動的時候 會去拍都會去跟 會去看 就是購票看她的演唱會 購票那時買不起 所以就是那種免費活動 現場見面會的時候 你覺得是這個 孩子追星的行為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追星是一種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經歷的 因為畢竟人都會有一種追求的 這個 崇拜的 對,崇拜的這種元素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就是每個人 可能有些人是追星 但是有些人他不追星 並不代表他沒有追求人 他可能追求金錢 他可能追求外鬧等等的 所以人都會有想要這種 去追求一個更好的形態 所以都會有一種崇拜的心理 除此之外 另外一點就是 這種歸屬感 因為當我去追隨這個明星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種歸屬感 我跟這個明星有這個共鳴 然後有這種社交的認同 我可以跟一群人一起去追星 會不會就是覺得自己 可能跟得上了這個潮流 因為全部周遭的朋友 都喜歡這個明星 那我也是一樣 那麼大家也是有同一個話題 對,會有同樣的話題 一起跳舞等等的 不會被孤立 但是剛才我們看到其中一個 就是說缺乏父母的關愛 對,因為在尤其是青少年 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有這種想要得到 社會認同的這種心理 因為我們的腦袋 還在發展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 青少年的歲數 他們在發展後面 那後面就有一個 就是社交利益的這一部分 是會想要得到 周遇人的認同 那如果說今天父母 跟父母的關係不好的話 他會對這個渴望更加強烈 去得到周遇朋友的認同 可是問題就是朋友 對 就是因為你可能 追隨有關的那個明星 他不會給給予你 任何的一些東西 對,所以這方面 就是歸屬感 也包括跟朋友 我朋友都喜歡 可能也是在有關 喜歡他的歌詞裡面 可以給他一點的 彩神共鳴 對 我就是在陷入 這樣的一個情緒當中 其實我們一再講 這個孩子追星 或許以前我們的父母 會覺得都不對的 可是現在演變到這個時候 是不是說追星 他某個程度 也是一個健康的行為 可以 追星其實也是 可以健康的方式去追 任何的事情 都能夠健康的去做 追星來講的話 如果只要健康一點的話 其實他也是一種 增強社交技能 然後過後鼓勵 去學習 比如說今天我很喜歡這偶像 他很努力會跳舞 那他激發了我 你想要去學舞蹈 那也是一種新的技能 沒錯 那我們從這裡 可以看得到 其實追星有不同的程度 那麼理智上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可以 增強我們的社交的技能 激勵我們學習的新技能 剛剛老師有提到了 不理智的話 忽視了這個學業 其實我學的這個很多 財務問題等等 就現在的那個演唱會票 也非常貴 對 然後也不上學 那麼可能去參與 他某某的活動 或者跟送飛機 送飛機等等 對 接機 送機 之類的 對 類似這樣 當局當先是 去到極度不理智 對 對 就是極度不理智的時候 甚至會發展出 有些人他們會有 這種強迫性的行為 比如說他會一直去看 我的明星 最後一個姿勢是幾時 然後他做了些什麼 然後他發言的東西 然後甚至是我會私信給他 然後看他有沒有看到我的 這個還好 老師 我就不理智 是去到他的家破門而入 然後就是直接去打擾 他的私生活的吧 對 對 這些也有 這些就已經 他是到一種幻想關係的程度 然後就覺得 我跟這個明星 有非一般的關係 跟其他的粉絲是不同的 我跟這個明星 是有超脫這些粉絲的關係的 那這些所謂的不同程度 跟這個年齡是不是有直接的關係 比如說他到了某個歲數 他會成為發展成一個不理智 或者再到比較大一些 他會慢慢的消失了 這個不理智的行為 還是因人而已 他會變理智了 所以這個可能沒有數據顯示 但是我個人的觀點就是 他如果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沒有遇到一些 糾正 面前的阻礙 他的確還是可能會延續下去的 所以就是這些所謂的黑粉絲身分 他們也是可以很大年紀 還在做 是 是 現在我們喜歡看的 一些舊名秀 你還是會花錢去買的嗎 那是理智吧 你是誰 我基本上 我其實挺理智的 因為我覺得很貴 我就不花這個錢 沒有 因為你現在可能 在這個經濟上負擔得了 所以你覺得是OK的 但我覺得因為現在 這個互聯網很發達 其實我們可以在網上 看到他們的個別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 他在中國的演唱會的片段 你可以看到在國外的片段 你也不需要每一場都去跟 不一樣 這是理智的 這是理智的 所以你是理智的 對 是 是 所以不理智可能說到這錢 你說你有能力 那你去做OK 但是不理智的是 他會甚至借錢 跟父母搶錢 討錢 來去支持他的偶像 所以這些不理智 其實也會傷害說 家庭的關係 或者說小朋友的心靈成長 對吧 對 他會影響 就是跟父母的衝突等等 這樣比如說 如果你有一個小孩子的話 我們就是他可能喜歡 某些人等等的 那我們是應該鼓勵他 就是去崇拜他 還是我立刻去阻止呢 因為你不懂發展到哪一個地步 對 所以與其說 鼓勵或者阻止 那首先第一步 我們是要了解 了解說 今天我的孩子 他喜歡這個明星是什麼元素 今天我們會喜歡一樣東西 一定是那個東西 或者人物 本身帶給我們的價值 比如說今天 我很崇拜這個明星 是因為我知道很努力 那這就是我很在乎的價值 但有些人 他們可能比較負面 就是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個明星 因為她很帥 她很美 那可能這個 我本身是一個容貌焦慮的 那這一個就是更加重要 我們去找出 什麼讓這個孩子 有想要去追求 這個明星的動作 可是來到今天 今時今日的追星 可能和我們以前有點不一樣 是 你會覺得現在有韓星 其他的等等 都是以美貌上去平衡 就是它多漂亮 多帥等等 你會覺得現在是健康的嗎 現在這個現象 如果說以 就是在現在的娛樂 娛樂社會來的時候的話 都一直以身材容貌來講的話 你卻它不是一個很健康 還有適合 還青少年發展的 因為畢竟我們人 除了外貌還有內在 也需要去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好 因為明星 偶像或者歌手 一般上他們的形象 都比較正面一些 但現在小朋友接觸的是什麼 就是網絡的一些 我們說內容創作者 對吧 因為有一些是要划眾取寵 他可能會造假 做一些片段 最近不是有一個嗎 在緬甸被抓了嗎 對不對 國外的YouTuber 另外有一些是 以比較粗俗的文化 對 這些我反而覺得 家長應該更加要注意這一個部分 要 這個我非常認同 因為今世今日 明星不再只是舞台上演唱會這些 而是這些所謂的網絡創作者 紅人 對 因為這些人 其實更加貼近我們的生活 就是可能路上你可以遇到的那種 是 今天可能我喜歡一個中國民 也喜歡周杰倫 張學 我不會在路上遇到他 但是這些內容創作者他們會 所以的確同樣的父母要很關注 就是了解到底是什麼吸引了這個孩子 去一直崇拜這一個人 那有什麼應對的一些方式嗎 我覺得首先如果說 今天你的孩子還是理智的話 那麼你可以就是跟他多多溝通 那如果說孩子已經開始 有沉迷的現象了 那當然我們要設立這一些 貶介給他 然後也要了解就是 也讓孩子有其他方面的興趣 去讓他們接觸到 除了跟隨以外 我還可以在其他方面找到價值 找到開心的東西 那如果說他已經來到 極度不理智的狀態 像變成已經去騷擾對方等等的話 這些的話我們是需要很嚴肅的 就不再只是比較輕輕鬆鬆了 那麼這一方面我會鼓勵父母 去尋求一些專業的幫助 然後做這些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 是 反正父母就一開始 不要說完全的不贊同他們的觀點 完全的說阻止那個 反而我覺得父母 是不是應該也去了解一下 他追的這個心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歌手 怎麼樣的意義 可能父母也要去追一追 對 去了解 但是問題就是會不會就是 因為我們一直說父母可能就是來去 不是說控制 如何去教導 對不對 引流這個孩子 怎樣去追星 可是問題就是 可能有關的這個父母自己 本身也是一個追星狂 那麼又如何 有其父 有其母 就有其子 他可能就是很鼓勵 還是怎樣 這個如果說父母本身也是追星的話 那如果說父母還理智的話 那兩位可以去追星 但是如果父母都不理智的話 這一個可能就會 如果他們已經觸犯到法律的層面的話 那的確就是會需要法律層面的人 因為看起來就是 他可能有好處也有壞處 對不對 我們無法去衡量 那麼老師你的建議是如何 比如說就有一些家庭裡邊 有一些是很過於的阻止 或者是很過於的放任 你是如何建議 我覺得過於放任跟過於阻止 它都是比較 會有一些反面的這個態度出現 那如果我們過於阻止的話 就像 尤其是我們都了解 現在年輕人怎麼喜歡被綁手綁腳 那他會跟這個父母很容易有衝突 因為我們要記得解決問題 不是我要站到他的對立面 父母絕對不要站在孩子對面裡面 因為那個是要 那是會產生衝突的 而是把這個問題放在兩個人的前面 來處理 那如果說我是完全放任的話 那的確也滿危險的 因為孩子 青少年他們還不懂得 他們還沒有完全發展出 這個自律的這塊區域 所以他們的自我控制行為等等 會很容易的就是走偏 然後或者是做錯事情 所以還是需要去陪伴 是 其實就是往往怎麼說 如果面對類似這樣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就是要先把自己 就是怎麼說 就當自己是當事人去想一想 去看一看 觀察一下 是 一直說我們要讓孩子理智的追星 怎麼做呢 下一段回來我們繼續請教我們的嘉賓 這次我們來看一下 不同定位的追星者 不同定位的追星者 數據粉 數據粉是飯圈裡 戰鬥力最強大的一批粉絲 他們在追星的過程中 除了與其他人一樣會關注偶像的作品 同時還會為他們在各大平台上的知名度 操心 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 數據粉會在偶像發布任何動態時 第一時間完成分享 點贊和評論等行為 除此之外 也會在有需要進行投票等活動時 召集該藝人的其他粉絲一起進行投票 在他們眼裡 任何排行榜的第一都代表著該藝人的牌面 戰解 戰解指的是在藝人現場活動中 使用相機為藝人拍攝的粉絲 這個用詞最先源於韓國半圈 是韓國演藝圈特殊追星文化 延伸至今 中國的娛樂圈 無論是團體或是個人的藝人 都有無數的戰解 戰解會在社交媒體上開設帳號 發布所拍攝的圖片和視頻 經常時間累積 戰解會將拍攝素材 指成紀念冊等飯紙周邊 售賣給該藝人的粉絲 由於戰解長時間在前線 跟隨藝人的每個行程 因此存在戰解與詩生飯 只有一線之差的說法 同人創作者 同人創作者指的是將已有的作品人物 或是藝人的名字 形象和性格等創造出 全新內容的創作者 內容的形式包括 小說 漫畫和插圖等 這類粉絲一般被尊稱為太太 同人創作可以讓粉絲 實現對藝人或其他人物的幻想 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中 以不同的身份 過著與現在截然不同的生活 或是通過給他們不一樣的結局 來滿足他們的心理期待 除此之外 同人創作還可以起到吸引其他粉絲 或是穩固已有粉絲的作用 歡迎回來 今天我們談的這個課題就是孩子追星 父母應不應該跟孩子一起追星 以前我們這年代是不可能發生的了 但是這個年代有沒有出現一些改變 我們來聽聽受訪的民眾怎麼說 我覺得他們也不會要我們跟他們一起去 他們有他們的同伴 他們的朋友一起去 如果有時間 事業不忙的話 我願意 我覺得可以去感受一下 比如演唱會 我覺得那個也都是很棒的 有,偶爾會說 現在誰紅 哪個店好啊 他們就會很開心地跟我們分享 所以我覺得我們老一輩的 也是能夠跑進他們的世界 了解說現在他們喜歡的是怎麼樣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會把我們的感情拉近 不急到吵架 但是當然會有意見不合 沒有,沒有 可能我自己的孩子 他自己會安排他的東西 所以不會影響我們的感情 我本身是沒有 最多就是說 比如說考試什麼的時候 就說放下你的心 就說不要去追 我覺得最主要是 觀察我們本身孩子自己 如果懂得自愛就不是問題了 還好我沒有到爭吵的程度 只有說就歸切而已 是,每當我們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是公說公有禮 老師這樣你是贊同嗎 還是不建議 我並不會說建議或者不建議 應該不應該 應該這麼說吧 就是說如果今天父母都有興趣 都同樣喜歡這個明星 那然後孩子也很開心地 想要跟父母一起去分享這個明星的話 那一起去追行是OK的 但是如果說今天父母本身 可能不喜歡這個 也不了解 然後也覺得其實沒有 就是有抗拒 對,對,有點抗拒 那父母不需要特地地 去跟孩子說一起去追星 當然一起去的話 你可以保護孩子安全等等 但是如果說今天 父母本身就很討厭了 然後還要去這樣的地方 那父母也很辛苦 所以與其說一起飛要一起去的話 那這種情況下 可以就是先跟孩子討論 OK,比如說你要怎樣保護自己 然後去到人躲的地方 你要怎樣照顧自己 然後就跟孩子說 OK,你幾點幾點一定要回來 討論好的之後 讓孩子自己去 然後在過程當中再討論 可是在這個層面上比如說 就不一定要陪著他去追星 但是陪他一起去看演唱會等等的 從中是否也是可以了解 你自己的孩子性格 或者喜歡的東西 在這個地方找手也是可以嗎 也是可以的 就是沒有非要說一起去 那你通過這個跟孩子的溝通 給予支持、給予關注 那也可以幫助孩子 保持一個比較平衡的心態 我們一直在說 可能父母親就陪孩子去追星 為什麼不是孩子陪父母親追星 比如說父母喜歡蔡琴 那孩子是不是可以 試著去喜歡蔡琴 你會這麼做嗎 其實我覺得這是雙向的 對... 公向是雙向 我看過就是之前像張信哲 比較就是明星來到的時候 會有孩子特地帶他們的父母 去看這些明星演唱會 對 這也是算是滿好的 對 因為以前可能父母 也沒有這個經濟能力看演唱會 現在孩子賺錢了 帶爸爸媽媽去看演唱會 會不會因為也是年代 就是不一樣了 現在的這個年代 比較看得到就是可能 父母陪孩子 孩子陪父母 因為畢竟我們所追星的話 講真的現在也相對的 比較容易追星 以前就是不會有那麼多明星 來開演唱會 因為畢竟成本很高等等的 現在因為很多物流的進展 發展等等都導致 其實這些成本降低 所以就更加多人有能力 去追演唱會了 剛才我們看到一個民眾 他提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只要不耽誤他的學業 他都會可能支持 或者說在考試的季節 減量就不要去追星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們在追星的過程當中 還可以灌輸怎麼樣方面的 一些知識給他們 我覺得一些青少年的話 首先就是金錢方面 因為可能孩子還對金錢 沒有很熟悉的概念 理財 對 所以他可能會花過多的錢 比如說購買那些周邊 然後等等的 這些都是要幫助孩子 了解到你錢這個東西 對父母支持你 但是並不是說你可以這樣 隨意的話 而是要懂得去把它處理 然後過後投資在其他方面 因為我們生命 不只是追星而已 對 然後灌輸這個法律的意識 也是非常重要 老師 對 因為有些就是可能會 就是會坐一些 比如說違隨機車 違隨民行的車 或者是去 甚至像之前我們提到的 去到對方的家來 就是入侵人家的這些 隱私等等的話 這些都是屬於 已經觸犯到法律的層面了 孩子需要知道說 我可以執行 但是我不能去做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很關鍵 就不要再往上成為 這個鍵盤俠 對 這個也很重要 有一些會去給粉絲 給他們的這一些偶像 留言 就很惡毒的留言 甚至攻擊其他 兩位明星是沒事的 但是他下面的粉絲團 就不可以了 就他們陷起了一個罵戰 對 然後就人身攻擊 人肉搜查等等的 當然在整個追星的過程當中 也會出現一些 過度消費的行為 剛才也提到了 就是在理財方面 還是真的是要 比較看得準一點 就是要讓孩子知道 錢這樣東西 它有很多作用 然後你又花這筆錢 在這個明星上 是因為想要從他身上 得到一些價值 但是這些價值 並不一定要從過這個方式 來得到的 你也可以通過其他的 多元的興趣來得到 也是 我覺得這是 也是這個年代不一樣 所以就是我們的父母親 要看對待這個事情 也是要不一樣一點 因為以前可能就是你喜歡的 某某的一些歌手 然後你買他的卡帶來 所以還送海報對不對 還好不是黑膠 送黑這個海報 現在比較容易的 有很多不一樣的周邊產品 對… 我相信就是某某的 這一些產品公司 他們在這個生意頭腦上 也不一樣 也是要做營銷 對… 對 尤其是現在購買 甚至我們有看到那種 Digital的那種CD 就是以前我還要去到 唱片行買 但是現在我只要上網買 而且我們都只要上網 但是我買最貴那個 可以跟他見面的 真的可以握手 這些都是營銷手段 是… 因為現在他們演唱會的票價 最高的你還可以說 去看他們彩排 去後台 跟他們見面握手 對 這些都是會吸引他們 就繼續得 花更多錢 對 去追星 但是說追星 可能可以去接受 但是來到沉迷這個部分 就還是要防止一下 對 尤其是當沉迷到 整個世界都是以這個明星 為中心的話 我的話題 我的社交圈子 全部都圍著這個明星而轉的話 那已經是很不健康了 這樣如果我的孩子 真的是很沉迷我怎麼辦 我是否要去挖掘一下 給他其他的興趣還是怎樣 可以 你可以就是給 當然培養他的多元興趣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也有提到 有時候是因為家庭缺乏一些陪伴 而導致孩子通過外面的世界 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那家庭的陪伴也的確很重要 所以意思是說父母要成為他們的偶像 沒有時間去看別的偶像 我的父母是最完美的 對 就是會讓孩子知道說 我身為你的父母 也可以是你一個 學習的對象 學習的方式 當然來到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挺重要的 是近期我們也看到很多明星 偶像塌房 就開始他們的人格出現了一些問題 或者說他們一些以前的歷史 被挖了出來 原來他們做過這一些事情 父母要怎麼樣引導孩子在這一個時候 我覺得首先如果真的是了解自己孩子說 比如說我喜歡這個明星 然後我孩子知道我這個明星 我孩子喜歡這個明星 他方的 我覺得首先就是不要去批判 這個明星真的是做對做錯等等的 然後就先了解孩子的情緒 孩子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我們先保持冷靜 然後就了解孩子 所以如果說孩子已經是有一些傷心 然後等等的話 我們也不需要去再繼續攻擊 而是可以把這整個話題引導成為 我要怎樣從這件事件當中學習 有一些父母會採取落井下石 然後你可以 都叫你不要追 對 所以其實在處理 老實說因為小孩子對不對 他的心理上的這個層面 我們也是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導他們 而不是說一口的就是以前的 不可以拒絕就是那種對不對 好啦 這個陪伴或者說支持 適當的支持還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經濟條件不允許之下 可以怎麼支持呢 那經濟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之下 其實支持有很多方式 所以我們可以讓孩子知道 除了我去追星 我必須去到買演唱會等等的話 那還有什麼方式可以追 那還有什麼方式是 不需要花錢的方式去追 包括現在其實網絡很發達 我們也可以通過一些網絡的 社交媒體等等方式去來追星 所以其實還有很多 更加多元的解決方案 是可以跟孩子一起來討論的 是 再加設置一些音響 演唱會的音響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不一定 就是歌手明星的 還有許多的不同的音樂會 我們也可以讓我們的小孩子 可能去接觸等等 可能又會發覺他們會更喜歡對不對 那麼今天我們非常感謝我們 黃老師來到我們現場就教會們許多 有關於小孩子的不同的心理傷等等的 最近也是要有一個杜在那邊了 不要過於的沉迷就好了 這時候我們先進入一段資訊 來瞭解一下全球規模最大的演唱會 全球規模最大的演唱會 羅德斯圖爾特海灘演唱會 羅德斯圖爾特是美國樂壇60年代中期 英國入侵浪潮之後的標誌性人物之一 由於父母的血統而自稱 蘇格蘭搖滾樂歌手 在1994年12月31號 羅德斯圖爾特出乎大眾意料 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科帕卡巴那海灘上 舉辦一場盛大的演唱會 這是為看不起演唱會的貧困人們 準備的一份禮物 當時共有350萬人出席了這場免費的戶外演唱會 並在最後的時刻一起倒計時 共同迎接新年到來 搖滾怪獸莫斯科棧 搖滾怪獸是一個全球巡迴舉辦的 硬搖滾和重金屬音樂節 起初1979年至1996年期間 搖滾怪獸都在英格蘭多寧頓城堡舉辦 後來逐漸發展成在歐洲 美國和蘇聯等國家舉辦 1991年9月28號 搖滾怪獸音樂節巡演來到了莫斯科棧 即使當時蘇聯政局動盪 前後有無數個國家脫離蘇聯 但這場音樂節依然成功舉辦 並且聚集了非常多的觀眾 從50萬人 80萬人 160萬人 甚至是230萬人 由不同的版本描述這場盛大且壯觀的音樂節 紐約交響樂團中央公園音樂會 紐約交響樂團是由 烏雷利 科雷利 希爾 於1842年在美國紐約市成立的一支管弦樂團 1986年7月5號晚上 紐約交響樂團與美國海軍陸戰隊樂隊 在紐約中央公園聯合舉辦了一場古典音樂會 由多位藝術家共同進行表演 這場音樂會一共吸引了80萬人 共同聚集在紐約中央公園 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古典音樂會 當時的觀眾人數至今 依然沒有被其他古典音樂會所突破 歡迎收看《火力加油站》 來到《料理好Easy》 今天會教大家做什麼料理呢? 一個請出我們 附約 Desma 你好 Desma 你好 今天我們教大家做的 這個看起來真的是很Easy 對 超級簡單 那主要用到的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主要用到的主角就是我們的水煮蛋跟蟹流 是 雞蛋 那麼雞蛋呢 這個就是要之前呢 就是先要怎麼說呢? 就是要煮好的對不對? 煮好 然後剝好殼 剝好殼的 對 大概用今天的用量呢就是三顆 三顆左右 那大家都知道雞蛋呢 是對這個蛋白質呢是非常好的 對 那另外呢 剛剛有提到的那就是蟹流 那蟹流這個要經過處理嗎? 其實它可以生吃的 如果是講說大家還是不太放心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燒水燙一燙 都OK的 是 那麼蟹流呢 大概這裡呢 就是一般上蟹流呢 是一大條的嘛 對... 對... 這裡是兩大條 兩大條 然後呢 就剝成絲 對 剝成絲 然後還有呢 我們呢就是 這個是醬料 這是美乃滋 美乃滋加了些什麼東西呢? 對 裡面可以加一點酸黃瓜 或者是加一點所謂的義大利香料 對 所以它就口感會更加豐富 是 那有些人可能喜歡加一些胡椒啊 對 炸等等的都可以對不對? 對 然後呢 其實這個雞蛋又是拿來炸的對不對? 對 那炸的一般上我們會用些... 麵包糠 麵包糠 對 然後還有就是麵粉啦 對不對? 對 那麼首先我們應該如何怎麼做呢? OK 首先我們就是麵粉 然後我們加一點的胡椒粉進去 是 因為我要它的外面有一點味道 對 不然它的味道外面太單調了 對 就加一點胡椒粉給它口感更加豐富一點 是 然後我們就是加水 然後給它攪拌均勻 就是攪到它有一點粘稠狀 對 然後我們的雞蛋就可以下去了 雞蛋就直接可以這樣了對不對? 直接裹這個糊 因為雞蛋有時它滑滑的 因為它的這個皮外就是很平滑 對 那麼其實可以粘到這些糊嗎? 可以的 當然你的糊就不要太稀 對 就不要太稀 我們就好像這樣這樣子 就是有這種粘稠感 是 是 是 然後我們雞蛋就可以下去了 整顆 整顆 然後我們就這樣裹上去 是 就不能太稀了 對 要濃一點 然後我們就直接給它滾一下 滾在我們的麵包糠 對 就給它沾均勻 然後我們就可以下鍋炸了 是 這個油其實是要多 怎麼說呢? 多少度 大概是180度 180度 對 就是油熱 然後就是你手放上去 然後5秒你受不了了 就可以下鍋了 對 然後我們就炸兩個 因為其實就是炸成金黃色 就是外殼比較好看就可以了對不對? 對 然後它 基本上它外殼變成金黃色的時候 它就已經硬了 然後外面就吃起來脆脆的 是 對 因為那個雞蛋已經熟了了嘛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就在炸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先做這個 醬料的部分 叫沙拉的部分 這個沙拉是 會在那個雞蛋的上面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的這個要怎樣調? 如果是說大家條件允許的話 我們可以用普通的美乃滋 再餐一點日式美乃滋 因為日式美乃滋它帶一點鹹 所以整個口感 整體來講更加豐富一點 對 然後一樣我們再撒一點黑胡椒粉 黑胡椒粉 如果家裡有一個酸黃瓜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進去了 是 然後你是用蔥是吧? 洋蔥 洋蔥 對 然後切成這個粒狀 然後洋蔥的話 就盡可能我們選白洋蔥 不要選紫洋蔥 因為白洋蔥它的甜度比較甜 對 然後我們的蟹柳 然後就吃起來可能有一些口感 對 蟹柳可以加多一點沒關係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簡單的攪拌一下 然後不要忘記雞蛋要翻面 雞蛋要翻面 我們這樣摘一下 雞蛋就已經差不多了 看到嗎? 就非常的快 而且我們這樣 有聽到一個 酷酷的聲音嗎? 對對對 對 那就可以了 是吧? 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就拿出來 這樣拿出來 要特別小心喔 對 如果家裡有夾子的話會更好 嗯 OK 然後 拿出來的之後 我們就是直接把它對切 切成半 切一半 然後切的時候要小心 很脆喔 對 就切成這樣子的過後 那個皮好像很好吃這樣嗎? 對 嗯 對 然後我們就 過後我們就把沙拉 撲上去 喔 這樣就可以了 對 然後又好看 對 看起來非常的就是 健康 又很美觀 對 而且就大家招待的時候就可以 就不一樣了 對 不一樣 好像就在酒店吃的那種 小吃這樣對不對? 鹹菜 鹹菜 對 好 那麼我們現在立刻來複習一下 有關的食材 以及它的製作方式 要試試看 天津 來 讓你們去 我們來 我們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是说沙拉的话 大家可以事前做好 然后就可以做一盒 然后可能是说 你想以后把它当做一个沙拉 早上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它涂在面包上面吃 都OK的 它可以放冰箱 两到三天都OK的 但是要吃的时候你才 拿出来 铺上有关的这个鸡蛋 然后鸡蛋的话 大家就可以炸了 鸡蛋就不能放冰箱了 因为放冰箱的话外壳就会软掉 对 然后就是炸好了过后 我们的这个蟹柳沙拉 就可以直接冷冷地铺上去 然后大家可以知道 沙拉是冷冷的 然后鸡蛋是烧烧的 然后就很棒了 这个感觉 很好吃 我觉得这个大人小孩 都非常喜欢的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Chef Pierre 就是为我们准备了这道 非常美味的蟹柳沙拉黄金蛋 好 那么我们活力在 那我将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太绝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剛剛為大家呈現的這個 笛子獨奏 而且當中要帶出什麼訊息呢 這一段就好好的來了解一下 即將在這個週末 在馬來西亞上演的這個演出 秦為何物 唐 孤菸直 我們今天也非常榮幸 請到兩位 首先第一位就是 字德琴社的社長 同時也是這次演出的製作人 我們有朱里悅老師 朱老師你好 你好 當然包括了這次演出的 主要的角色 林哲晴老師 兩位歡迎來到馬來西亞 謝謝 據我所知呢 這一次的演出在馬來西亞 算是海外的第一站 對嗎 對 沒錯 為什麼選擇馬來西亞作為第一站 其實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從自己 YouTube的後台帳號的數據來看 馬來西亞的粉絲全球排名第八 真的喔 是是是 馬來西亞粉絲還挺喜歡這個樂曲 而且 而且馬來西亞的華人 據我了解 還是非常熱愛中華文化 對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到這裡來 我覺得我們也有信心 能夠找到知音吧 先說一說吧 這個 我們說 秦為和物堂 孤菸直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的演出呢 這是我們自得琴社 以復原裝飾為特色的一個 朝代系列音樂會的第一個作品 就是主要是反映唐代的 那因為 如果大家如果發起一個 最愛朝代的投票的話 我相信可能唐是會名列榜首的 是 就雖然經過一千多年 但唐朝這樣的大器包容的 這麼一個朝代 也讓可以引發我們 很大的共情和對峙 在電視劇裡頭 我們也看到服裝特別的華麗 而且這個樂器方面也非常多 就是歌舞聲平 我們說是那個朝代 他帶出的這個感覺 那剛剛林老師你獨奏的那個笛子 是要帶出怎麼樣的一個訊息呢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馬來西亞 那麼這些天也吃了非常多 當地好吃的東西 那麼剛演奏的這個曲子 是中國比較代表南方的 這個南派的主題音樂 也希望能夠把這個中國江南的 這個美景啊這個意象 帶給這個這邊的觀眾 而且剛剛這樣子聽呢 我好像自己身處在大漠上 沙漠中聽到一個比較寂寞的一個樂曲 是有這種感覺嗎 而且如果配合這個主題的話呢 它好像也是要呈現出那個感覺 對不對 可能就一個人在那吹的時候 會比較顯得寂寞一點 老師什麼時候跟自得琴社合作呢 或者說加入自得琴社 應該是在差不多有三年前了 是這個我們的團長 陳希老師當時叫我說 說我們這邊 要不要過來一起玩音樂 然後就以此為奇蹟就加入進來 然後就大家一起 在音樂上面有一些創作啊 然後一起排練 大家就很好玩 然後我們也就加入了這個大家庭了 那這次演奏 或者說這次的演出 老師扮演了非常吃重的角色吧 我想 對 因為也是得益於迪梟他都是旋律樂器嘛 那麼在這個音樂的構成裡面 他大部分都還是會比較出頭一些 出彩一些 那麼也就是得益於這個樂器吧 所以主要還是擔任主旋律的任務會多一些 那也要問問朱老師了 在一個演奏會上 迪梟作為主角是不是比較少見 還是比較常見的呢 這個反正不同的音樂會主題不一樣 考量也不一樣 就是按照我們的設想來說 用迪梟來表達旋律 大家其實更容易 引起一些感情上的共同一些 以馬一下我 作為一個例子的話 我們比較常見的是 比如說胡針啦 琵琶啦 或者是二胡啦 迪梟反而我比較少見一些 他成為一個主角 對 這可能是我們自得勤奢的一個 慣例或者特色 我們用迪梟這個主旋律是比較多的 除了迪梟還有哪一些配器呢 我們不但有迪梟 我們還有古琴 然後有中國大鼓 古針 然後還有中軟琵琶 有時候還會加入像二胡啦 像洋琴之類的民族傳統樂器都有 這一次的演奏會 如果說一個曲目上 最多人演奏的是大概會去到多少人呢 我記得應該是八個人 八個人 所以它整個呈現出來 是一個比較悠揚的 或者說比較靜態的 還是會加入其他的元素呢 一般大 我們對我們來說 相對來說比較大編織的音樂 一般都是相對其實比較大 比較激烈的曲子 那我們其中為了烘托出 我們民樂的這種主旋律部分 我們其實還加入了交響樂的管弦部分 來烘托它 而且據我所知 這一次也跟馬來西亞的樂手合作 對吧 是 比如說有哪一些樂手呢 這個作為彩當我們保個蜜吧 還是要賣個關子 但是它融入了 比如說馬來西亞的華人樂手 也有馬來西亞的馬來人樂手 是的 是的 沒錯 那我們可以怎麼期待說 這個演奏會可以給大家 一個怎麼樣的感覺 畢竟馬來西亞人 雖然說在你們的這個 社交媒體的後台 看到我們是排名第八 但是我覺得馬來西亞華人 在接觸華樂 一般上都是在大節日 比如說春節 或者是一些什麼 一些慶祝活動之類的 但你們這一次 我們可以怎麼期待說 這一個演奏會呢 就是可能有別於這樣的功能性 或者場景性的音樂吧 我們的音樂會還是 主要反映了 就像我們的主創 就是我們的藝術總監唐彬老師 是他個人對唐朝的 這麼一個想像 因為他裡面 大概他用自己想像 把自己投入到這個朝代中 提取了一些 他認為比較重要的 一些場景和片段 比如說有宮廷艷樂部分 也有戰場廝殺 也有遊子回歸故鄉 也有送別自己的好友 就是通過這些片段的串聯 讓大家就是 我們也邀請觀眾能夠 通過我們的音樂 沉浸到唐朝去 用自己的想像力 來大家共同構建一個 心目中的唐朝 那林老師呢 是第一次在海外演出嗎 是 對的 是 我第一次就獻給馬來西亞演出 是的 是的 對 你有什麼期待嗎 就在台上好好發揮 然後對得起觀眾就好了 對 林老師至少 五歲就開始學了嘛 對 對 五歲 要不要給我們馬來西亞的一些 一些父母親 一些你學笛子跟蕭的這個心得 就是 比較多的話 還是要注意氣息方面 因為吸氣的 在演奏這個樂器上面 吹管樂 它的呼吸方式會比較重要 那麼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像手指的技巧 嘴巴這邊的技巧 這都可以去鍛鍊 但萬一傷到身體就不好了 因為晚上如果說 孩子要學一些樂器的話 大家會選擇一些比較普遍的 就笛子跟蕭好像會比較 沒有那麼重視 就希望說透過這一次的演出 可以讓大家看到笛子跟蕭 在這個音樂會上發揮的一些作用 最後老師還有什麼期待的嗎 對於這一次的演奏會 我的確是期待我們馬來西亞的觀眾 能夠喜歡我們呈現的東西 我也希望能夠交到更多的朋友 我也希望這次演出能夠成功 然後明年可以再來 好 這樣有更多的交流 是 這一次一共會有四次的演出對吧 對 四場演出 讓大家知道一下吧 那個日期還有時間 我們是3月21號到 3月20 什麼 對不起 3月21號是我們進場中排的時間 彩排的時間 我們是從3月22號到24號 有四場演出 一共有四場 其實就在我們電視台隔壁而已 是非常靠近 就在PJPAC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然後去了解一下 到底這個 我們說自得情社要帶給大家的 這個演出是怎麼樣的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你們的演出 其實是非常特別的 你們的視頻也做到很輕鬆 而且是 我覺得有一些搞笑的元素在裡頭 對吧 有一點俏皮 是… 我特別喜歡 尤其是看到一些演出 它是搭配了燈光 就讓大家有那個視覺的效果 也不是說很靜態的 再看一個演奏會 它其實是很歡騰的 很澎湃的 希望的時候大家會喜歡 我也希望 如果老師你有時間的話 也能去看我的音樂會 好…是 也祝福這一次的演奏會 成功的巨星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周老師 謝謝你老師 謝謝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節目的所有內容 稍後也不要忘記 繼續的留守我們的電視台 我們將會有這個 哇 活力好購物 到底有什麼好看的帶給大家呢 繼續的留守 同時明天下午兩點呢 我們將會跟大家探討一個課題 就是耳機的問題 如果說你戴著耳機睡覺的話呢 有可能你的聽力會受損 被偷走 我們說被偷走了 那就沒有辦法去聆聽欣賞 很優美的這些樂器 發出的這些聲音 所以在這個選擇耳機方面 有什麼需要去留意的嗎 我們明天將會有專家 來告訴大家可以選擇 怎麼樣的耳機 而且戴耳機聽音樂 應該要注意哪一些事項 那明天下午兩點 我們再見囉 拜拜 我們再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